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苹果日报》倒下之后 前记者梁嘉丽和陈绝明 透过社交网站开设个人专业 以独立记者的方式继续报道香港人的故事 请听本台记者陈子飞 董书岳有关《苹果日报》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 一年前香港人用掌声和泪水 送别在香港创立26年的《苹果日报》 前《苹果日报》港文专题记者梁嘉丽 在《苹果日报》被消失之后的第二天 开设个人专业以独立记者身份继续报道 梁嘉丽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不想《苹果日报》倒下后 无疾而终 推动她继续写香港人的故事 在过去的一年 梁嘉丽在个人专业 发布了约40遍报道 大部分与2019年示威相关 梁嘉丽表示 选择写刑满初遇的抗争者故事 是希望她的文章 能为时代留下记录 拒绝遗忘 抗争者很多时候 都被说成是被遗忘的一群 他们的经历 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或状况 记忆是会被遗忘的 要留下历史事件和真相 把他们的事做记录 如同在洪流当中捞沙 能够落下来就先收起 如去说是报道 如同说书人的角色 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 她承认 失去了苹果日报这个大台 变成单打独斗 资源不足 影响力也减弱 但是她可以与读者 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也让她明白 写抗争者的故事 能成为经历香港改变 心灵受伤害的一群港人 互相取暖的船员 她期望 她的文章也能成为 同路人的指路灯 今时今晚的香港 我想除了围炉之外 是大家的可见证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近时近日的香港 我想除了围炉之外 大家存在的可见性很重要 我记得去年最后的六四专题 我访问了周幸彤 她带出了一个重点 要接近中国围传人士 保持的那种可见性 哪怕只是一点烛光 至少能让大家彼此相知 还有人在努力当中 这边有一点 那边有一点 那种可见性 在今时今日是很重要 总结当独立记者一年的经验 梁家立形容 这是一条死路赞通的出路 她承认 面对如基本法23条立法 假新闻法等 现在的出路可能也有尽头 但是梁家立表示 会抱着如水的心态 也要获得光明磊落的信念 在艰险中奋进 梁家立发现在过去一年 加入香港独立记者团队的人 越来越多 她相信不同的同伴能互补 把苹果日报倒下散落的新闻碎片 聘凑起来 她的前同事陈觉明 也是这份聘图中的一员 一年前 陈觉明在苹果日报最后一天晚上 走出办公室 感谢门口守候的香港人 同时他也立下继续当记者的目标 陈觉明的专业 以报道法庭新闻为主 他希望用自己的专长 成为与感人互免的微光 一年过去 陈觉明说 能体会当独立记者的难处 要面对很多难以评估的风险 困难包括要考虑不同报道 背后是否有机会有危险和风险 有些较争议或敏感的新闻题材会不敢再去触碰 例如在国外发生一些与香港有关的事情 我会犹豫及挣扎是否应该做报道 因为现在的环境 一些新闻报道都会被解读含有不同性质 在过去几个月香港也有其他的媒体 布苹果日报的后程被逼迫关闭平台 陈觉明承认当独立记者的传传空间比新闻平台更小 但独立的支持鼓励他继续尝试 刚当爸爸的陈觉明表示 他现在付出的努力 是为儿子等香港下一代守护和保存真相 旧亚浙电台记者陈芷飞台北报道 从2019年开始 每年踏入6月都标志着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一个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反送中运动三中年之际 由在英港人在伦敦东区举办大型艺术展 展出近百件 相片 画作 雕塑等抗争艺术品 吸引数千名当地英国人以及在英港人观众观看 主办方希望在游行集会之外 以艺术感动英港观众 传承香港历史 并希望以此为起点 把艺术展带到世界各地 以下是本台记者吕熙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在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 示威者以街头容易拿到的砖块聘成专阵 阻挡警方车辆推进 让国际惊叹港人的智慧 可获得伦敦设计博物馆年度设计大奖 观众票选奖 这个反送中运动当中的重要标记 三年后成为在英港人的意念 策划艺术展从专阵到世界 香港人的觉醒和改变 展览在6月11号和12号 也就是反送中运动爆发三周年期间 一连两天在艺术家云集的伦敦东区展出 主观者之一 在英港人活动家刘主迪表示 举办艺术展的目的 是希望在游行和集会之外 寻找新的方式 连接在英港人以及本地英国人 我有个想法就是 过去两三年都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集会和游行 其实我发现开始出现了瓶颈 特别是游行集会 无法让本地大众一同参与 没错 我们办集会 可能可以巩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但我觉得游行集会做的越多 作用越有限 所以我想是时候要改变了 就想不如试一试办展览 展览场地划分为多个区域 展出将近一百件照片 画作 影片 雕塑 以及装置艺术等作品 以不同媒介 向观众展示反送中运动当中的不同面貌 其中一件最引人注意的 是高七池 手持光伏香港 时代革命启齿的香港民主女神像 雕塑的周围更以专阵包围 呼应展览的主题 刘主地表示 不同展品的铺排 是希望让观众能够慢慢了解香港抗争运动的基本资讯 再从情感上感受香港的抗争 这对于未必深入了解香港抗争运动的本地观众而言 尤为重要 有些本地英国人看完以后 都说很喜欢我们展览的铺排 因为我们订了一号房 是提供一些比较资讯性的东西 例如有一个抗争时间线 介绍香港和中国的分别 以及什么是BNO签证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香港人来英国等等 到了二号房 会有更多不同的相片和艺术品 三号房就是一个投影师 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为这个展览而剪辑的九分钟纪录片 看完以后就好像把不同的点缘解起来 主观方表示 两天的展览成功吸引了3000名在英港人 以及本地英国观众入场观看 策展人之一 在英港人艺术家Kathryn表示 不少路过的当地人被展品吸引入场 听取工作人员的翻译和讲解 从展品了解香港过去的历史 香港近年的抗争运动 以及香港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她表示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 是不少香港人 一家大小一起来看展览 有些小孩在看完纪录片以后 也泛泪光 她认为艺术展可以让香港移民的第二代 传承香港这一段充满血泪的历史 在过几年后 当我们回看今天 有些小孩子很少就来了英国 他们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 可能也不知道2019年发生了什么 他们可能没有记忆 也可能家长或其他人 没办法去向他们提供更多的资讯 主办团队的成员全部都没有策展经验 从联络艺术家收集展品到找场地 运送和布置展品的顺序等 过程当中经历了重重困难 但是Catherine又认为能成功打动观众 一切都值得 我觉得做一个展览 我觉得做一个艺术展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触动到人心 和记录到当时当刻的历史 一个展览我觉得就要有这种精粹 在这个时刻做一个回顾 更能让我们记住当时的情绪 提醒我们的初衷 为何我们当时会这样做 我们今天为何会走到这里 我们以后要记住这些 为人在香港的人 以及已经牺牲的人继续走下去 这次艺术展由非政府组织 亚洲民主网络支出部分经费 而为了吸引更多本地 和灾阴港人观众入场 展览补收入场费 因此剩余的开支 全部由刘主迪制讨腰包支付 他表示希望把艺术展 带到英国其他城市 甚至其他欧洲国家 希望有心人能够提供资金 或场地协助 自由亚洲台的记者 吕希英国伦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陕西千亿矿权案当事人赵发奇 在消失三年多后 他的家人再次得知 他的下落却是赵发奇 因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被判处七年半徒刑 这起涉及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官司 背后究竟有多庞大的利益牵扯 必须得有像赵发奇 这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来承受赢了合约官司 却输掉人身自由的代价 中国建立法治社会 又会有多少阻碍呢 以下是记者 郑重生的报道 2017年的12月21号 本该是征战中国多地多级法院 十多年的赵发奇 能如是重负的一天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当天在二审判决书中认定 赵发奇创立的 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与陕西省地质矿产局 签署的煤矿权开采 合同有效 应该要继续执行 这个案件涉及了 高达11亿吨的矿权归属 价值上千亿人民币 中国舆论称为是 陕北的千亿矿权案 但赵发奇诉讼多年胜诉 可他没挖出一顿煤 还碰了一身抖不完的灰 进了监狱 他们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夺走我们的碳矿权 王林清说 是我先生指使他偷卷宗 我就问了 从头到尾 王林清和我先生 都是分开审理 又都是秘密审理 两个人没有对峙 这不是连基本的法律程序 都不遵守 连戏都不演了吗 赵发奇的太太李女士 承受着庞大的身心安全压力 她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 质疑这一次的审理合法性 王林清是当时负责 审理赵发奇诉西刊院 合约纠纷的其中一名 法庭审判员 要先厘清的是 在2018年12月底 因为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爆料 外界才知道 涉及赵发奇的 签益矿权合约案件的 二审卷宗离奇消失 而王林清自称 承受来自上级领导的庞大压力 当时崔永元直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是幕后黑手 因为连老鼠都进不去的最高法院 审理卷宗可以说丢就丢 而院内的监控录像 也会碰巧的失灵黑屏 最高法院第一时间 曾否认二审卷宗消失 中国舆论沸腾后 2019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介入 成立多个部门参与的调查小组后 王林清遭带走 成为另一个上央视电视认罪的犯罪人 赵发奇也卷入 但根据财新报道 王林清与当时的审判庭长 陈新闻的一段录音对话显示 他在被要求补卷的过程中又发现 丢失的部分卷宗又神奇的回来了 只是没了一些关键内容 李女士就想问一句 既然卷宗消失又回来 那判决书怎么又说 王林清说是我先生指使他偷拍卷宗 第二个疑点是 被指控者与指控人 没有当庭对峙的机会 收支这起案件的 中国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 赵发奇的案件显示 现在的中国司法实践 只要安上一个涉及国家机密 就可以不公开审理 像赵发奇的例子 被指控的当事人 确实应该和指控者 有当庭对峙的机会 但中国的司法环境 目前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而国家机密成了不公开审理的保护伞 这是第三个疑点 我们提出的新的市政 还有新的证人 法院连审都不审 就急着宣判了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 就告诉记者 从2019年崔永元爆料 到中央成立工作组介入 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与做法 不但前后矛盾 破绽百出 也凸显中国的法律 是为党服务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唐 就很极其荒谬 调查组算老几 他怎么能来判决 来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 正确不正确呢 好像到了几点了嘛 所以那个 他们有律师就说 照你这么讲 那这个调查组成了更高法院 李女士说什么也不愿接受 她坚持相信赵发奇是无罪的 如此看来 这个牵液矿权的归属 牵涉的利益复杂 黑金开挖不易 中国的司法 更没能在赵发奇的案子上 成为一道光 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中国律师界泰斗张思枝 于6月24日因癌症 在北京去世 享年95岁 维权律师普志强 和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 作为张思枝曾经的当事人 在他去世后 向本台讲述了 他们眼中的张思枝 以下是本台记者孙诚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普志强 曾在2014年被当局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 罪名逮捕 并在2015年被判刑三年 当时张思枝 曾出任普志强的辩护律师 在张思枝去世后 普志强向记者讲述了 他记忆中的张思枝 1927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的张思枝 是中共见证后的 第一代法官和律师 曾于1957年被当局打成右派 成为北京律师界中 被划为右派的第一人 遭到15年劳改 1979年 张思枝回到律师界 其后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辩护小组负责人 在从业期间 他曾为魏京生 王军涛 鲍鲁 高瑜 普志强等民运人士 中共改革派人士 及维权人士进行过辩护 普志强向记者讲述了张思枝 担任他的辩护律师时 留给他的印象 他每个月去会见我的时候 把外面的情况 家里的情况 好的部分告诉我 听听 我跟他讲 我对我的事情的看法 以及案件的进展 他每次都非常仔细地去做记录 确确实实 我觉得有这个人在 我们就觉得有个依靠 这样的一个人不在了 非常的痛 普志强认为 张思枝的去世 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说 我觉得老先生身体足够好 血氧足够好 然后尤其是他的风骨头足够硬 原来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有了张思枝 在张思枝那个时代 他是行业的标杆 今天张思枝先生远行 应当说这样的一个时代结束 知名名运人士魏京生 也在张思枝去世后 接受记者采访 讲述了他记忆中的张思枝 魏京生曾在1979年和1994年 两次被中国当局逮捕 在第二次被捕后 他又于1995年被当局 以阴谋颠覆政府罪 判处有期徒刑14年 而张思枝则在此期间 担任过魏京生的辩护律师 他讲述了当年张思枝 为他进行辩护的细节 张思枝律师当时给我辩护 是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弟弟和妹妹去请他 请他以后当局不太高兴 只给了他一次进监狱 去探视的中心证 而且在开庭前两天 才把所有的案件给他看 那一大堆案件根本看不过来的 他为强权这种精神 确实很不一样 魏京生表示 在1995年时 张思枝曾探望被关押的他 与他谈论过民运的发展方向问题 魏京生认为 此后中国国内维权运动 有了很大的发展 离不开张思枝的推广工作 他也告诉记者 张思枝是一个有传统文人品质 不额于奉承的人 也是一名一丝不苟的律师 他讲述张思枝的性格说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中国国家铁路局以及公安部门 近期联合发布铁路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细则规定 禁止旅客携带各种刀具和任何长6厘米以上的刀刃 甚至连棒球棍 抬球棍 驱棍球棍 锄头等一批农具 也被禁止带上列车 这项新规定将于7月1号期开始实施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进一步提升维稳措施 铁路旅客原本可以托运和随身携带的刀具或者盾器 将被更严格限制 据每日甘肃网报道 近日国家铁路局公安部公布最新 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的公告 该公告将从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铁路旅客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物品目录 从枪支子弹 爆炸物品 管制器具 易燃易爆物 放射性物品 感染性物质和其他危害列车运行安全的物品等类别 做了更新 新增公务用枪 军用或警用匕首 弩箭等禁止携带物品 对禁止随身携带物 但可以托运的物品 菜刀 水果刀 美工刀 剪刀 雕刻刀 材质刀等日用刀具 长度超过6厘米 手术刀 爆刀 洗刀等专用刀具 棍棒 球棒 捉球杆 蓄棍球杆等 这次被禁运 南京派出所民警郭明慧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被禁止携带的农具 有钻机 焊枪 射钉枪 冰稿 锄头 农用叉 镰刀等 另外反驱弓 复合弓等飞机械 弓箭类器材 消防灭火枪 飞镖弹弓不超过50毫升的防身喷剂等 对此时事评论人士高先生本周五对本台表示 当局对旅客的限制持续增加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铁路部门在2016年1月实施的铁路经沾乘客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规定 禁止旅客携带菜刀 餐刀物品上车 同时乘坐火车不得携带两个以上打火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局对旅客的限制越来越多 时事评论人士毕欣对本台说 当局进一步限制旅客携带物品规格及种类 表明维稳系统正在升级 他认为新规定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因为商人事件不会因为这些工具减少而消除 锤子呀 什么斧头啊 你这些东西就是都禁了 如果一个人疯了 他掐人也能把人掐死 他就是拿那个铅笔或者是那个圆珠笔都可以当成利器 一张银行卡 如果他把边磨立了 那跟刀子一样 所以他们这种维稳升级是一个是吓唬一些人 但是他的这个方向整体是错的 他根本不理解 就是他要把人逼疯了 人是能没有武器也能伤人的 时常搭乘火车的毕欣说 他建火车车窗一侧的逃生锤子 也可用来作为攻击性武器 他认为社会矛盾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去解决 而不是动不动就禁止器械或工具 就能避免矛盾激化 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时事评论人士李洋认为 中国铁路部门对旅客携带和托运物品的限制程度 表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他说 据深圳特区报网站报道 6月17日下午深圳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旅客周先生的行李内 查获玩具火炮枪一把火炮子弹四板深圳铁路公安处对其处以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位于边境的丹东市的疫情防控目前已经超过60天成了被遗忘的城市 直到一对妇女看病传卡因为黄马遭拦演演变成所谓的袭警事件 引爆丹东人怒火蔓延全国 丹东市23号宣布 除了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外 其他居民可凭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全市有序流动 有分析指 这是担心轰动全国的唐山事件在丹东上演的止血行动 请听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 21日辽宁丹东一名女子开车载着父亲去医院看病 因为健康码显示为黄马遭警察拦下 女儿拿出社区同意出行的证明 并称已做核酸 民警仍然不放行 双方交涉拉扯的过程中 女子一倒地父亲立刻上前对民警打了一巴掌 目前女子因阻碍执行职务予以行政拘留十日 其父亲因涉嫌袭警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被封控了60天的丹东人怒火迅速在社交媒体聊员 还要不要丹东活了 把老百姓疯凉了 心疯凉了 把城市经济疯垮了 城市谁还回来 丹东居民也透过各种渠道投诉 超过60天的防控累积满腹的心酸 有人说作为本地人真的理解这位女士的做法 因为开个证明真的不容易 想带父亲看病没有错 还有丹东人想问 边境城市是真实原因还是免死金牌 丹东人两个月来在各个平台寻求关注和帮助 试图引起国家的重视无果 机缘巧合下 因为这件事上了热搜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分析 从政治和社会稳定角度来看 显然丹东事件反映出 目前的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已经走到尽头 他认为全世界没有像中国清零政策这么搞兼臂亲眼 看似国家力量可以贯彻 无所不在 其实很多是没必要 封控两个月的丹东市对人民的呐喊怒吼 从耳不闻 直到妇女视频跃上全国版面引起热议 宛如孤儿的丹东终于被听到了 丹东发布23号也发出 全市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知 丹东除了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外 其他居民可以凭48小时核酸检测 因性证明在全市有序流动 一名中国学者张先生对本台表示 丹东的止血作为是担心引起全国轰动的 唐山事件重演 把丹东再次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他说继续烧下去有人是要掉乌纱帽的 人权律师腾标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无论是上海或是其他地方封锁小区道路 医院不开门 导致病人无法及时就医死亡非常多 这样的灾害已经远超过疫情本身 丹东的这个事情也是就在一定的这种秘厌的积累之下 他才有一些改变 而且也是远远不够的 媒体人鲁难分析 封城把所有人禁锢在屋里 地方官员猜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爱好 要完成的是政治任务 而不是卫生防疫 中国认为自己在2020取得抗疫伟大胜利 还要全世界都来抄作业 三年过去全世界都毕业了 中国还在辛辛苦苦写作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中国网信办日前宣布 对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库织网进行安全审查 这一消息在网民中引起了广泛的猜测 与此同时 网信办最近推出了互联网跟贴管理规定的修改草案 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对网络的钳制正在走向新的高度 以下是记者王允的报道 根据网信办发布的消息 这次对织网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原因是织网掌握着大量个人信息 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 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 以及我国重大的项目、重要科技成果 及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信息 这里所谓的敏感信息 引起了广大网民的诸多猜测 有人说 织网上查到的内容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当局 不想让老百姓知道的机密 通过这次审查 学术研究将遭遇釜底抽薪的灭顶之灾 前新浪微博审核员刘立鹏认为 这次安全审查 至少会对查找研究中国监控网络的论文构成限制 他说 之前在织网上可以查到很多论文 从智慧城市大规模监控 到防火墙网络审查 以后查不到了 挺可惜的 本次报道受访者的声音 皆为同事带读 他强调 这次审查 其实就意味着要下线这些包含着敏感信息的论文 在这一点上 身在上海的青年 黎冰做出了类似的判断 他说 知网被查的真正原因 并非如新闻所言掌握了敏感信息 而是类似裁判文书网 天眼查等同类型公开信息的查询平台 可以让普通民众了解到政府曾经做过的 现在正在做 以及未来还会做的 欲盖弥彰的一些 侵害公民个人权益 权权交易和学术腐败的事情 黎冰提到的天眼查是中国最大的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他于本月初发布公告 将于7月15号停止运营 当时网络上也是一片哀嚎 因为中国媒体曾大量使用了这个平台 查找企业的真实信息 与知网天眼查相似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中国裁判文书网 也遭遇到网信办的前置 今年2月 辽宁省的网信办曾通报 他们对裁判文书网提出过警告 而去年就有人发现 裁判文书网已经下架了一些 因言获罪的案例和民告官的判决文书 刘立鹏曾多年担任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查员 他告诉本台 微博等社媒的内容审查 与网信办对知网和天眼查等网站的安全审查 还是不同 后者就是一种对外敌对 自我封闭 在实行这种自我封闭的同时 中国政府却又表现出对外开放的姿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4号在有诸多金庄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参加的 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 亲口说要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 但习近平自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根据官媒新华网的报道 就在两天前 6月22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26次会议 会议强调 一方面要支持网络平台企业 在服务实体经济 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平台企业 沉淀数据监管 强化功能监管 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 这种对网络加强监管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体现在了网信办的工作中 中国各社会平台上的监管 本来就已经非常严格 刘立鹏说 他暂时还没有明显感觉出 微博有加强监管的做法 但趋势肯定是越来越严 自由亚洲电台网允 华盛顿报道 最近中国网络流传 广西贪官徐炳松 刑满货事后高调举办 81岁大寿的视频 在座的并有多名刑满货事的贪官 一同庆祝 网民批评没有羞耻感 有异议人士解读 中国所谓的贪官 重点不在贪多少 而在站错队 有台湾学者感叹 在共产党统治下 伦理道德尽失 只剩下唯物论 凸显了中国文化危机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流传 一系列寿宴聚餐的视频 显示原御林市委书记 原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主席徐炳松 刑满释放后过81岁大寿 同样是刑满释放的 青州市委书记 余方林等人也到场贺寿 视频中可见男女主人致辞 席开约十来桌 气氛热络 徐炳松说 今天除了亲朋好友 就是一些以前共事 非常亲密的同志 我过去在玉林工作的时候 我的答案 后来是青州的市委书记 徐炳松逐一介绍的不少 都是刑满释放的贪官 一个个洗行余色 徐炳松还提到 本来某某司令要来的 接着他唱名了多位前官员 如某市委书记 自治区某主任 徐炳松有感而发的说 根据中国刑事辩护 大律师网员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 以及中新社的新闻 徐炳松1943年12月29号 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市 毕业于清华大学 1993年当选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副主席 历任广西桂县书记 玉林市委书记等等 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 副主席的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利益 先后7次收受他人财务 共计55万元人民币 1999年法院审理查明 徐炳松收受他人贿赂 以受贿罪判处 徐炳松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财产10万元人民币 徐炳松受验座上兵于方林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 是原广西青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2000年11月3日 涉及巨额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他在一审被判处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贿所得203万余元 予以没收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追缴财产差额部分188万余元 两罪并罚 决定执行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此制台中国异议人士 龚宇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在中国即使被判所谓的无期徒刑 只要坐牢满两年表现良好 一般可以获检行为 有期徒刑20年 所以关22年就能够获释 龚宇健说 以徐炳松获释高调 伴授验一事 凸显中国法律存在贪官和一般民众 以及涉贪和涉政治案件 遭劳改劳教属于两种人 出狱后获得不平等的待遇 龚宇健说 他们的话就可能是 就享受到了充分的人权 因为他们已经服安型了 服安型以后 他们确实是有这种 为自己伴授啊 这种自由 但是我们也要同时 我们也要看一下 在中国的这种 现实的这种政治下面的话 就中国的很多的这种 异议人士 然后这种维权人士 或者这种民主人士 就以煽动颠覆动腐罪 然后说这种寻训知识罪 然后被放出来以后的 他们的那种悲惨的话 然后就对照这些 这些中共官员 这些犯出来的这种遭遇的话 就有时候对比的话 就感到很悲哀嘛 龚宇健举例 向高智盛被关在哪里 被判刑的情况 中国至今仍以国安机密为由 拒绝公布 此外 无难异议人士 欧标峰关在哪一个看守所 刑期多长 外界也一无所知 由此可见 犯罪在中国 可说中共高官的乐园 维权人士的地狱 龚宇健说 从徐秉松寿宴 看起来有点像是 部队生死与共的感觉 被共产党定为贪官 八十多岁放出来 不可能东山再起 聚在一起吃饭 还是有点意气的成分 在中共中央审视 各级官员斗争的厉害 不贪不辅 还没办法往上升迁 所谓打贪官 往往是被中共 视作标靶打的一群人 不是你贪多少的问题 而是你这个战队战错了 然后你就作为贪官 站出来被批斗被判警 可能就基本上属于这种 在政治上面的话 就没有什么 然后就造成了这种 他们所谓的这种 这种贪的所谓的革命的友谊 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立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在中国关满二十年的贪官 为自认法律上已经付出代价 陈立斗说 当初你可能拼音到的人 你帮大家出事的时候 没有把大家咬出来 那这些人大家就要欠你 当然就帮你庆生 感谢你出来 他就当然不会觉得羞耻 也就是说他出事 搞不好他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他只是一个带罪羔羊而已 只替大家扛的人 当然他要干嘛 要有羞耻 陈立斗说 那些贪官只要财产隐藏得好 家里还有钱 人际关系和影响力还在 会自认当然有权利庆生 并不会因为涉贪被关 出狱后还感到无法在社会上行走 这其实对中国文化是很大的危险 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以正义为标准 所以不正义不会造成人家的羞耻 而是没有钱才会活不下去 陈立斗表示 过去儒家思想强调爱 亲疏远近 道德 连家族亲人也都要有道德 是属于犯道德观 曾国藩也认为 人论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花台北报道 七八十多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召开前夕 一项在北约国家中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52%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比较2021年以来增加了11个百分点 这次北约的马德里峰会 首次邀请印太国家领袖参与 讨论中国构成的安全挑战 并将中国列入战略考量 以下是本台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将于6月29号到30号 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 在峰会之前 北约委托对30个盟国进行了一项调查 超过70%的盟国公民认为 北约对其国家未来的安全很重要 并支持其国家加入北约 52%的受访者则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较2021年以来增加了11个百分点 这次北约的马德里峰会 第一次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韩总理尹席悦 澳大利亚总理埃巴尼斯 以及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等 印太国家领袖参与 展现了民主团结因应俄罗斯和中国 尤其针对中国 东民美国官员说 这表明俄乌战争 并没有减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关注 北约秘书长斯托腾贝格 23号与捷克总理菲亚拉 讨论北约峰会筹备工作时 也特别指出 我们将同意北约的新战略构想 我们联盟未来的蓝图 它将采明我们在俄罗斯 新兴挑战和中国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继上周北约提出新的战略概念 第一次阐述对中国的立场 斯托腾贝格22号参加 由政治新闻网站举办的活动时 就中国将如何融入 北约未来的战略概念 表明中国不是北约的对手 但北约需要认识到中国的崛起 预计峰会中 盟国也会讨论中国构成的安全挑战 北约上一次是在2010年 发布安全概念文件 并没有提到中国 新的战略概念将破坏 北约未来十年的政策架构 斯托腾贝格说 当北约领导人下周在马德里开会时 将讨论中国和对我们安全产生的影响 对北约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由于在目前的战略概念中 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 当前北约的战略概念 是在2010年 底斯本峰会上达成的 当时我作为北约成员国总理挪威首相 从那时候起 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将反映在新的战略概念中 关于中国议题 斯托腾贝格表示 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一个对手 但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大量投资与新型现代军事装备 包括大幅扩大和能力 投资发展万件技术 并试图控制欧洲的关键基础设施 这使得北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他希望盟国会声明 中国对北约的价值观 利益和安全构成了一些挑战 这影响到北约 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中 应该如何做出应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3日则敦促北约 不要试图发起新冷战 他表示北约已经搞乱了欧洲 不要再搞乱亚太搞乱世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近日传出多起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争端 据日本媒体报道 中国打算将南海设为内水 越南外交部重申 越方对南海的主权声索 而菲律宾外交部长也透露 中非联合勘探南海能源的会谈 已经完全终止 学者认为 中国在南海扩权 将把东盟国家推向美国民主阵营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社引述日本产清新闻报道 中国政府考虑将南海设为内水 日本对此向联合国大陆 彭界线委员会提出异议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恒23日宣称 越南已经在2020年3月30号 向联合国递交的公函明确表态 依照国际法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肯定越南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 以及对南海相关海域的国家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而针对中国19号在西沙海域进行军演 黎氏秋恒指出 中国严重侵犯越南对这个群岛的主权 违背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精神 使得局势复杂化 不利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南海行为准则 当前谈判的进程 越南坚决反对 要求中国不让类似的行为再度发生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中国采直线基线 划设西沙群岛内部水域为内水 包含日本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内 都在担心中国有可能在南沙群岛 仿造西沙群岛的画法 画出它的领海基线之后 再把整片的南沙群岛 视为是中国的内水 那如果是内水的话 那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以及中国自己国内法的规定 就是各国的船舶 是不分军舰或者是民用船舶 要经过或者通过这个海域的话 都要经过中国的同意 所以这会影响到各国在这里的航行的便秘性 跟航行的权利 林廷辉提到 美国奥巴马政府自从2015年之后 不断以军舰绕行西沙群岛水域 告诉中国这样的领海基线画法不对 不能主张为中国的内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会研究员黄宗鼎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认为日媒这则新闻报道 应该是误传 因为按照中国最近一次 也就是2021年8月 向联合国大陆交层委员会提的照会声明 最多只看见中国可能是把南沙群岛 视为中国的远海的群岛 以及在阳中的群岛 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南沙群岛会拥有领海基线里的内水 领海基线以外12海里 则为领海和比联区 专属经济海域等海洋权利声索的内容 黄宗鼎指出 还没有说到也不太可能 会去把南海设定为 领海基线以内的 所谓内水的权利的声索 因为这个会非常严重 事实上南海有很多公海 就中国长期来认定是公海的区域 综合媒体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青23号表示 2018年中非签署联合探勘能源合作备忘录 希望搁置主权争议 合作开发菲律宾在南海专属经济区的石油和天然气 但是三年过去了 探勘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反观中国在南海的动作越来越多 包括片面宣布南海禁止捕鱼令 中国海警队持续骚扰 甚至侵犯非国海域的管辖权 令杜特特政府相当不满 洛青23号宣布 已经遵照总统指示 如果要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菲律宾无法达成开发离岸能源的目标 中非两国联合探勘南海能源的会谈 已经完全终止 林廷辉说 黄宗鼎也认为 杜特尔特政府卸任前 宣布停止中非联合探勘南海能源的会谈 是对后任的小马可氏政权的尊重 问题比较大的是 小马可氏上台以后会怎么做 黄宗鼎指出 有菲律宾人预判 阿拉旺岛西侧海域早期开发的汽田 大约会在2027年枯竭 更可能提前在2024或是2025年 执政中后段就会发生能源短缺的现实 黄宗鼎说 一旦马兰帕亚汽田苦劫 那马兰帕亚有没有办法 其实能够致应这个油气短缺的 这个状况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的 内政上的问题 所以可能小马可氏会被迫要 在南海汽田开采的时候 对中国再采取更强势的态度 林廷辉提到 过去东盟国家以经济往来优先 不希望在中美选边站 但是近年中国在南海扩拳杜特尔特亲中政权失败 让马来西亚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了解 如果采取亲中政策 不会有好结果和实际的利益 近年中国在南海驱赶台飞合作研究科学调查船 以及对马来西亚的游警越南测量船进行骚扰 在西沙附近水域对越南船舶骚扰 中国强硬的做法造成东南亚国家的不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入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在联邦法庭认罪 他作为中国政府未注册代理人 收受中国政府几万美元 并向中方泄露了其国防合同雇主的航空信息 他还承认在国家安全背景调查过程中 做虚假陈述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 星期五在悉尼科技大学演讲时 被抗议者多次打断 他们谴责中国打压人权和言论审查等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 肖谦当天在悉尼科技大学 就中澳关系发表今年一月份上任以来 首次的公开演说 表示中国对澳大利亚友好合作的政策保持不变 就在其演讲时 会议现场不断有活动人士 就香港 西藏和新疆等议题进行抗议示威 有抗议者称肖谦是独裁政权的代表 也有抗议者收取写有西藏自由的标语牌 还有人在肖谦讲话时 起身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 压制言论自由 过程中有多人被保安带离会场 被中国当局囚禁五年的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原定于本周四赴华盛顿 出席下周登场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 并拜会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 但由于他接种的中国疫苗 不被美国承认 申请豁免遭拒绝而被卡关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印太事务协调员 坎贝尔星期四表示 随着美国加强与太平洋岛屿 这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的接触 他预计会有更多的美国内阁成员 以及高级官员访问这些太平洋岛国 据路透社的媒体报道 坎贝尔是在华盛顿的一场 知库演讲中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还说 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 建立更多的外交设施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